我是市長的候選人 我想任何抹黑或是二職的攻擊 我想這些我們都絕對不會 像這樣二職的選舉方式跟操作低頭或妥協 警惠中心一直沒有確認說 BA.5雙架疫苗的採購期程 但是還公布了高端的正面數據 然後就被質疑說 他這個質疑是虛偽以待 要替高端清空他的競爭者 問你怎麼看 其實民進黨在過去這兩年疫情期間 就是政治凌駕專業 其實我們不管是在很多 疫苗或防疫物質採購上面 其實都相較其他國家慢半拍 疫苗最讓民眾感受深刻 包括最近民間團體 詞記也都提出來 政府當時在阻擋民間採購疫苗 護航高端 我想這些國人都看得非常清楚 我們實在不希望指揮中心再重蹈覆撤 面對可能來臨的這些病毒 侵襲國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我希望也呼籲指揮中心以及衛福部 應該要以國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擺在最優先的位置 而拋開所有一切的政治算計跟考量 那周一寇最近一直拿著您父親的飛文案 一直說要公布女主角 卻沒有 卻一直在賣官司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他現在在打認知戰 然後透過這種方式來行訴說 蔣家的關係很亂 以及說他當初說 就是你第一次去參加他的節目 其實一小時的節目 你大概十分鐘就講完 質疑你沒有料 以及就是他現在質疑說 你拿蔣家DNA想來騙選票 這三點麻煩您回應一下 我是市長的候選人 我想任何抹黑或是二職的攻擊 我想這些我們都絕對不會 像這樣二職的選舉方式跟操作 低頭或妥協 我也希望說大家關注 真正市民朋友關心的公共議題 我想在選舉的過程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政策牛肉 瞭解民眾的心聲 提出實際的檢方 然後讓市民朋友 做最好最正確的選擇 謝謝大家 總會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躚